梅龙县之本海岸难道埋藏两公顿的黄金吗 这是嘉义一名男子 他说他是听爸爸的话 在日治时期担任警察 生前就告诉他 有非常多的黄金就埋在地底下 于是他还花了两百多万元申请开挖 没想到挖到地下两层楼深处时 就引发当地部落关切 认为已经影响到传统领域 只好暂停 地里被挖出两层楼深的大洞 周遭也以黄色警示袋为主 不过这居然是民众在挖宝 而开挖的就是证明70岁的安信男子 男子表示日治时期 父亲在台东资本当警察 生前就曾提及日军战败撤退时 将两公顿的黄金藏入地底 父亲的一句话让他念念不忘 现在因为年迈离癌了 于是决定放手一搏 涨200万寻找传说中的黄金 宝藏买藏地原本是资本光电开发区 更早以前是结地了油气驱用地 但两项开发都已夭折 而男子大动作开挖 也引起在地部落族人骚动 以为只是传统领域为由 阻挡开挖 虽然现在都还没有发现到有人挖掘过的痕迹 至于未来能不能找到黄金 男子也没有把握 记者刘理想开动报道